这是高分推理神剧中 又一桩奇怪的密室死亡事件 不到最后一刻 几乎没有人能猜到全部真相 死者是35岁的独居青年阿牧 对方死在了自己租住的公寓房间内 发现尸体的人是阿牧的同事小雪 以及公寓的管理员 阿牧和小雪都是东京机场的工作人员 三年前的晚上 正在职业班的阿牧突然无故早退 之后就再也没去单位上班 电话也无人接听 单位领导担心独居的阿牧出意外 于是就让小雪前往对方家中查看 当公寓管理员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时 发现阿牧已经吊死在房内 头部还有被硬物击打的痕迹 看上去不像是一起普通的自杀事件 现场的门窗都是紧锁状态 据公寓管理员介绍 阿牧的房间一共只有两把钥匙 一把在死者自己身上 另一把则由公寓管理员保管 而公寓管理员此前从没来过阿牧的房间 也就是说案发现场是一间密室 复杂调查此案的诱惊警官对此大惑不解 通常情况下 凶手费尽心机的制造密室 目的都是为了将他杀伪造成自杀 可阿牧头部的创伤实在太过明显 警方即便是傻子 也不可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 凶手又为何要制造这个密室呢 除此之外 案发现场似乎被人清理过 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指纹和痕迹 死者头部的创伤 应该是被丢弃在现场的一支台灯 重击所致 而法医初步的试检结果表明 阿牧的死亡时间是三天前的晚上 但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 还有待回警局进一步试检确认 在等待试检结果的这段时间里 药精和搭档又仔细检查了死者的房间 他们在一处角落里 发现了一支玻璃箱 玻璃箱里养着一只宠物龟 旁边还安装着一个监控宠物的摄像头 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 就可以在手机上查看宠物的及时状态 除了监控宠物活动外 这种摄像头还有防盗功能 如果有外人闯入家中时 摄像头不仅能拍下闯入者的影像 还会向屋主人的手机上发送报警信息 为了确认案发当天 这个摄像头有没有拍下有用的信息 佑金和搭档决定将其带回警局检查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现场时 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名男子清晰的咳嗽声 看来这栋公寓房间的隔音效果相当差 不知道案发时 隔壁邻居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 佑金和搭档于是敲开了隔壁的房门 住在隔壁的是一对母子 母亲傅老太已经80多岁 儿子翟叔也已50多岁 面对佑金和搭档的询问 傅老太显得不太配合 他表示 住在隔壁的阿木长期上夜班 白天则在家睡觉 跟他们母子俩的起居习惯完全相反 所以他们对阿木的动态完全不了解 最近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说完 傅老太就匆匆关上了房门 在整个问询过程中 傅老太的儿子翟叔一直缩在自己的卧室里 佑金和搭档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两人随后又走访了周边的邻居 得知傅老太原来是个可怜人 80多岁还要出门打工 养活儿子翟叔 翟叔仍如其名 是个资深宅男 由于极度自卑和社交恐惧 他已经在房间里宅了整整十年 这十年来 傅老太想尽一切办法 想让儿子踏出家门 但最后都没能成功 如今傅老太年事已高 他现在每天都在担心 自己一旦死了 儿子会因为生活不能自理 而饿死家中 邻居还向佑金透露 出事的阿牧平时没什么功德心 对方在家的时候 经常将音乐声开得很大 吵得周围邻居不得安宁 邻居们都对阿牧极度不满 尤其是住在隔壁的傅老太母子 更是对其十分痛恨 既然如此 傅老太为何要撒谎 声称自己没听到过隔壁动静呢 显然心里有鬼 回到警局之后 佑金又从同事口中 获知了一条重要线索 附近辖区一位松信警官 曾经非法搜查过阿牧的公寓 据说是有人在网上匿名举报阿牧 称对方非法囚禁了松警官的女儿松子 松子在两个月前离奇失踪 松警官费尽心力 也没能找到女儿的踪迹 无奈之下 他只好在网上征求线索 一周前 一位匿名网友给松警官发了邮件 对方举报 是阿牧囚禁了松子 类似的邮件 松警官此前就收到过好几封 为了避免冤枉好人 他私下调查了阿牧 发现对方在东京机场工作 而失踪的松子 此前在东京机场实习过 这让松警官不得不怀疑 阿牧真的囚禁了松子 他在冲动之下 强行闯入了阿牧的住所搜查 没想到闹了一场乌龙 阿牧的家中 根本没有任何松子的痕迹 当时松警官搞得灰头土脸 阿牧则大喊冤枉 扬言要投诉松警官 此后 警方通过查询IP地址发现 举报者 竟然就是住在阿牧隔壁的翟叔 由于翟叔不愿出门 更不愿跟警方沟通 警方后来就将此事 如今阿牧离奇死亡 与之关系交务的翟叔 显然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后 警局宪定科详细查看了 佑金从阿牧家中带回的摄像头 结果发现 里面只有宠物龟的画面 没有拍下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不过 公寓的监控探头 倒是拍到了一名可疑人物 这个人正是发现尸体的阿牧同事 小雪 阿牧遇害当天 小雪曾经到过死者的公寓 可警方在向其问询时 对方竟然隐瞒了这个重要信息 面对警方的质询 小雪坦诚 自己确实有所隐瞒 原来 他和阿牧秘密交往过一段时间 阿牧还给其配了一把自己的公寓钥匙 不过在两个月前 两人就和平分手 案发当天 小雪突然想起 阿牧的钥匙还在自己手里 于是就趁着午休时间 去了趟阿牧公寓归还钥匙 可他敲了半天门 屋内也没人回应 最后只得将钥匙放在窗框上 就离开了 阿牧死后 由于担心给自己惹麻烦 小雪才没敢将这件事告诉警方 佑金随后核实了小雪的不在场证明 发现案发时间里 对方一直在单位加班 一步也没离开过 不过小雪的最新证词 解开了佑金此前的一大疑惑 那就是 凶手并没有刻意制造密室 对方只是使用了 小雪放在窗框上的钥匙 进入了阿牧的房间 但这把钥匙现在下落不明 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 由于小雪归还钥匙 是偶然事件 凶手不可能提前预知 如此看来 天天宅在家里的隔壁宅叔 最有可能取走钥匙 线索再次指向了宅叔 但问题是 宅叔十年都没有走出过家门 对方有可能是凶手吗 就在佑金警官陷入思索的时候 法医那边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阿牧头部遭受重物击打的创伤 根本不是致命伤 从其脖子上的勒痕角度 法医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换句话说 阿牧确实是死于上吊自杀 这个结论大大出乎佑金警官的意料 警方在此前的调查中 并没有发现阿牧有自杀倾向 此外 如果对方死于自杀 那他头上的创伤又是怎么来的呢 带着蛮脑子的问号 佑金和搭档再次回到案发现场 但经过一番搜找后 两人依然一无所获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佑金注意到 阿牧饲养的宠物龟正缩在玻璃箱中 看上去一副无精打采的状态 佑金于是将宠物龟从玻璃箱中取出 放到地板上 想让小家伙散散步输送一下筋骨 就在这时 佑金突然察觉 阿牧家的地板有些异样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铺在地上的根本不是地板 而是一层跟地板花纹相近的地板阁 掀开地板阁后 下方出现了一道暗门和一间狭小的储物室 储物室里还有几滴可疑的血迹 佑金恍然大悟 立即抢通了阿牧自杀的原因 看来对方是真的绑架并囚禁了松子 阿牧在家的时候 经常将音乐声开得很大 或许就是为了掩盖松子挣扎的声音 那个监控宠物的摄像头 恐怕也不是用来监控宠物龟 只有养猫养狗的人 才会在家里安装这种摄像头 因为猫狗都是活动范围很大的宠物 而乌龟既不爱动 又被困在一个玻璃箱内 根本不需要专门监控 阿牧安装摄像头的真正目的 应该是为了监控被囚禁的松子 这家伙虽然形势周密 但他的非法行为 还是被整天宅在家里的翟叔发现 翟叔于是给松警官发送了好几封举报邮件 松警官寻机闯入了阿牧家中 搜找女儿踪迹 可惜阿牧将松子弄晕后 藏在了地下储物室内 松警官最终武功而返 警方随后对储物室发现的血迹 进行了DNA检测 确认果然是来自失踪的松子 根据佑金的推测 应该是有人打晕阿牧救出了松子 阿牧醒来后 担心自己面临牢狱之灾 所以才畏罪自杀 如果佑金的推测属实 松子现在身在何处呢 而救走他的人又是谁呢 对方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呢 带着这些疑问 佑金再次查看了公寓附近的监控 果然发现在案发当晚 有一个瘦小的身影 背着昏迷的松子离开了公寓 佑金大面积调取周边的监控录像 最后查到那个瘦小的人影 将松子背到了距离公寓 一公里远的一处厂房里 这个厂房正是傅老太 平时打零食工的地方 警方很快在厂房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里 找到了失踪的松子 原来这家私人医院 是由一个民间团体秘密资助 专门用来为流浪汉和非法移民 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由于这里的病人信息都是严格保密 所以警方此前才没找到松子 案件调查到这里 佑金已经基本搞清楚了全部真相 他随后将众人召集到案发现场 说出了自己对后续剧情的推测 翟叔发现阿牧囚禁松子后 由于超级宅男的人设 他既没报警 也没将此事告诉母亲 只是给松警官发去了举报信 谁知 松警官闯入阿牧公寓后 并没有找到女儿子踪迹 寻女无果的松警官 一度陷入绝望和崩溃之中 这一幕刚好被隔壁的傅老太看在眼里 傅老太对松警官的绝望感同身受 他其实也和对方一样 一直试图救出自我囚禁的儿子 可十年过去了 儿子翟叔始终不肯走出屋子半步 出于对松警官的同病相连 傅老太决定帮助对方寻找线索 案发当天 阿牧的前女友小雪跑来归还钥匙 刚好被傅老太撞捡 小雪走后 傅老太就偷偷将钥匙藏了起来 等到阿牧去上夜班后 他便使用钥匙进入了对方的房间 由于阿牧房间的布局 跟傅老太家几乎一模一样 傅老太很快就发现了客厅下方的储物室 他随即打开暗门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松子 可就在傅老太救人的时候 阿牧已经收到了监控摄像头报警 知道家中有人闯入 他慌忙从单位赶回家中 刚好跟傅老太撞个正着 慌乱中 傅老太抄起一支台灯 狠狠砸向了阿牧的脑袋 阿牧应声倒地 由于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 傅老太也不敢报警 只是用自己瘦弱的躯体背起松子 逃到了他觉得安全的地方 接着傅老太打电话叫来了松警官 松警官在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由于不知道阿牧的死活 他也不敢伸张 只是先将女儿藏进私人医院 然后偷偷潜入阿牧的房间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阿牧已经畏罪自杀 松警官担心阿牧的死 会给傅老太招惹麻烦 于是就帮忙处理了现场 擦掉了傅老太留下的一切痕迹 并对外隐瞒了女儿松子获救的消息 这就是这起离奇自杀案的全部真相 听完佑金的推理后 傅老太和松警官都默认了自己的罪行 虽然老太太好心救人 但按照相关法律 警方还是以非法入室和故意伤害罪将其拘捕 松警官也因为毁灭证据和包庇罪 将要被警方带走 临行前 松警官向傅老太郑重道歉 声称自己不该将对方卷进来 傅老太反而表现得很搭方 他告诉松警官 没关系 为人父母 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总是将孩子的不幸归咎到自己身上 总觉得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能力 自己的孩子就不会受苦 所以只要是为了孩子 无论多辛苦都能忍下来 你没有错 不用道歉 如果再让我选一次 我还会这么做 母亲和松警官的对话 被宅在隔壁的宅叔 一字不落地听在耳朵里 就在母亲即将被带上警车的时候 宅了十年的宅叔 终于鼓起勇气走出了房间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推理神剧 相棒中的经典案件 奇怪的自杀者 相棒中的大多故事 都是偏向社会派推理的案件 我们此前解说的边界线 男孩别哭 致命笔迹 迎婚谋杀案等 跟这部奇怪的自杀者一样 都是开局离奇 真相让人唏嘘的案件 对此类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在悬疑movie的主页上找来看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悬疑推理犯罪了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鼓励 下期再见咯